另外,我們說到烏克蘭最近挖了舊武器回來用 真的蠻舊的 現在在戰場上都已經在用無人機 最新的坦克等等 但是烏克蘭這邊也要投送更多武器進入戰場 其中一個1940年代的高射炮 烏克蘭似乎拿了它回來 投入的戰場上 這枝是70多年前的 KX-19高射炮,100mm的炮 當然我們看到在Telegram上 你看到他們在戰場上 都是對低空的target進行砲擊 因為它是100mm的炮彈 高速射擊,其實威力是不差的 我想主要,現在這些100mm的炮彈 原本他們攻擊的目標 是真的在二戰時間的螺旋像飛機 即是飛得比較慢的情況 現在他們攻擊就不可能打戰機了 現在他們攻擊的目標 可能是無人機 例如Shaheed那些無人機 甚至對方的火箭、火炮 可能透過100mm的炮彈 再去擊落 說回這個KX-19 真的很舊 即是一個蘇聯的年代研製的防空武器 當然當時有很多其他國家都使用 例如在我們說的韓戰、越戰 其實裡面都有一些成員國 例如我們說當時的北越、北朝鮮 即是北韓 他們也有使用過這種KX-19的武器 現在烏克蘭軍隊 亦為他們裝上他們之前的炮彈 叫做UF-412 就是60多年前為烏克蘭軍隊 量身訂造去做的 而這個炮彈的射程大概是19公里 你看見KX-19 那個名字本身都是有點玄機 即是他們能夠射到19公里以外的目標 去將他們打擊 當然我們看到烏克蘭其實 在北約那邊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武器去輸送給他們 但始終他們除了用新的武器、舊的武器 他們都會嘗試去翻身 還有有多少就真的用多少 即是包括具體的機槍 裝上去就有 pickup truck 例如我們說是豐田的 pickup truck 裝上去就真的做一個短程的防空 亦都可能會用一些很舊的鏡 裝上一支槍去用 或是新鏡進去舊槍 什麼都好 嘗試將他們的武器、舊的武器 盡量都拿出來用 尤其是現在雙方 俄羅斯和胡克蘭都是炮火 即是彈藥都是短缺 有時就有炮沒有彈的情況都會出現 所以就KX-19 既然如果在庫船裏面有炮又有彈 不如推出來一起使用 在前線上有多些東西去使用 所以現在很明顯 拿得舊東西出來的問題 是真的不夠彈藥的問題 雙方都是 俄羅斯和胡克蘭雙方都是 很多片都在做 KX-19 有些是訓練的片等等 去做 不過這支炮的問題 可能也不是日久失修 或是彈藥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這支炮沒有什麼機動力 拖動它也挺難搞 這支炮不輕的 有10噸的 當然它本身屬於一種牽引炮 它也不是樓膽炮 它也有一個底盤 加了四個輪子 很笨重地把它拆解 組裝 然後拖出去 當然跟M777去比 真的差很遠 M777就真的輕很多 而且便便便便便便便 比較著名 比較容易帶走 K-19本身的設計就像高射炮 你說像以前二戰時德國的88毫米的炮 原則上都是高射炮 以前都是蘇聯的火炮不差 即是他們的炮彈、推進的距離和速度 尤其是打一些輕型的裝甲 或者一些地面的目標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就算CIA以前他們去描述K-19 在60年代都覺得他本身的攻擊力 包括精準度和破壞能力 都是一個正面的描述 所以現在用回K-19 當然感覺是打一些冷戰時的情況 不過你看到俄羅斯又挖戰後 烏克蘭這邊又挖戰後 何嘗不是又在打一些一戰的感覺 所以其實也是的 有頭髮是誰想做辣泥呢? 你用得K-19 都很明顯是不夠彈、不夠弱 即是不夠炮、不夠彈的情況 烏克蘭軍隊他們自己 即是說他們有100毫米 12、2毫米和15、2毫米的 例如反彈黑的炮 或者榴彈炮 開始的時候 加起來大概是2000多門左右 然後在打仗裡面 座底沒有了10-20%一定的 但是他們其實也在北約那邊拿回不少 應該超過了750門的新武器 當然是北約制式的 155和105毫米 這些就是屬於北約那邊 就不是那些什麼 100、121、152那種制式 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就算你拿到750門 說真的 在烏克蘭掩蓋一個這麼大的領土 其實這些火炮都太小 太小 規模不夠 火炮有之餘就不夠彈 即是雙方用炮的情況都很誇張 即是你說 烏克蘭一天都是過千發炮彈的使用 當然俄羅斯過萬發 更加誇張 即是長期都是屬於烏克蘭的5-10倍 炮彈的數量使用 所以雙方都一定是糟糕的 雙方都糟糕的 即是俄羅斯人 他們的損耗 他們的炮彈 其實現在都相當嚴重 所以我相信 就算俄羅斯自己 挖K-19出去用 都不會出奇 即是他們應該都會挖一些 即是他們的炮彈 甚至乎 接下來會挖T-12出來用 都會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俄羅斯 就最多 給亨蘭多一點 就是它始終 可以用前蘇聯的網絡 即是找回伊朗 找回北韓 拿回這類的彈藥 放回他們的前線 使用 所以連T-12 這個應該更長 即是它向對方的坦克射擊 然後雖然平射 但你將它調高一點 其實你一樣都是可以當 榴彈砲這樣用的 打到它8公里左右 所以始終舊還舊 KX-19和T-12 你用得好 始終在飽和彈藥的攻擊裡 都可以用的 其實大家都相當絕望 即是你用不到 這麼舊的武器 差80歲 雙方都明顯 現在他們都陷入彈藥方的問題 在這邊 在那裡 有什麼 在那裡 有什麼